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不能来教会呢 除埃及集第五章 我们看到神遇见摩西吩咐他跟亚伦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除埃及 而亚伦摩西去见长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作为 长老服服敬拜 接下来他们去见法老 跟法老说容我们出去守节我们要敬拜神 法老很愤怒 他悍然拒绝说耶华是谁 我不认识他 你们这是偷懒找借口不要做工 于是法老吩咐仆人要苦待以色列人 就是不给他们粮草还要他们做砖 并且鞭打他们 哇他们在这么多的辛苦中 于是就向摩西抱怨 你并没有把平安带给我们 反而让我们更辛苦更惨 怎么会这样呢 摩西到神的面前求问神 这张让我们看到摩西的使命在于 西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 祭祀耶华我们的神明 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摩西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要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并且敬拜神 而世上的君王法律法老禁止 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潮流 也包含很多的忙碌 忙碌的课业 忙碌的工作 让我们不能来教会 或者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要敬拜主 就是神为我们开奇妙的道路 也帮助我们不认得时不得时 让我们把握机会来敬拜神 认识神 呼救神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求主恩待我们 虽然有好多的挑战在我们的面前 但帮助我们看到侍奉神 敬拜来教会是最重要的事 让我们破开万难 坚持每个礼拜天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起来跟随神 谢谢主 听我们的呼求 奉主的名 Amen